我們今年的市值其實也蠻大力的 而且果實都很飽滿 甜度上,甜度上都是比往年都還甜 所以我們這邊會加一個繩索幫它做固定 減災啦,這天然災害我們就做減災的動作 盡量不要流失太多我們的果實 那你的,我看一下你這邊田市還很大片還沒有採收耶 對啊 怎麼還沒有採收 因為我們這旁邊很多樹木曬不到太陽啊 現在是田市產季 但月初山陀颱風清洗時 原鄉許多地區族人陸續採收完畢 這次又遇上康瑞 但位在苗栗南莊香豐美部落農民 趁著颱風登陸前採收 但還是仍有許多田市掛在樹上 務農的人是真的是非常辛苦 尤其像我們田市 現在要故宮也是很麻煩 又請不到,因為現在的人都往外跑 那山上你就算再開開個開兩千八的工錢 也不見得有人願意來做 因為你看像我們這樣颱風就只能放著 平常的十分有十分的收獲的話 上次開米就打掉四分啊 最近又漏果肉那麼嚴重 猴害鳥害加起來的話 我們今年的收成率大概是 比往年的大概只有三成而已 今年田市漏果嚴重 不只受到極端氣候影響 加上猴害鳥害又因為部落缺工 有些田市來不及搶收 然後這一次十月份的時候 就是我們楊議員還有那個劉美蘭議員這邊 他們就是有跟那個我們的一個市農這邊 做一個陳情 然後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會轉支 轉支縣服 然後大家再共同來會看 看是不是能夠給我們的市農一些補助 農民初估今年南莊商田市落果率有四成左右 如今康瑞來勢匆 來不及搶收的果子 族人只能祈求上天 不要讓災情繼續惡化 工部門後續也計畫安排會刊 來聆聽農民的聲音 於是希望瑤瑪雅的無路外苗令南莊 採訪過吧